哈喽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系统还原软件 他可以还原在这个 软件打开之前的你电脑上所有的东西 包括你的系统设置 包括你系统上面的文件 他也可以只还原你 C盘上的文件 和设置 也可以还原你电脑上 所有磁盘上的设置 以及文件 他是可以选择的 非常的好用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OK我用这样一个VM虚拟机 上面的这样一个Windows11系统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OK我们首先打开浏览器 我们在这边直接搜 它的官网 我们直接进入它的官网 这个软件的名字叫 它也认知系统 当然这是一款非常老的软件 但是到现在为止 它还是很好用 我研究了一下的话 它好像是 到2014年的11月份 2014年的11月份 到现在好像没有更新了 那么它的好处 是永久免费 支持主流的Windows系统 从这个XP到7一直到10 我不知道我这个11系统 值不支持 我要试一下 它的好处就是电脑 站也不会越来越慢了 在虚拟环境下使用电脑 不给电脑带来负担和伤害 保持电脑瘦身状态 也不用重装系统 也不用再维护 那么它的适用环境 包括个人 包括特别是网吧 每天上网的人很多 后来只要关机重启系统 它的系统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 所有人在这个系统上面 电脑上面做了什么东西 都不会保存 OK 那么之前我也有介绍 做一个系统还原软件 叫 Rawback 就是滚回系统 不是说这个什么滚回 这个软件的名字叫滚回 那么 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在这个 电脑上生成许多的一个还原点 就是时间缺点 你自己设置都可以的 打比方 某年某月某日 某时刻 都是可以的 那就随便设置 打比方 这个一年前的 或者一个月 之前的 或者昨天的 你随时可以设置 它电脑上面有很多这个还原点 到时候还原的时候 你想还原了哪一个 时间点 它就还原了那个时间点 OK 那 这个影子系统来讲的话 它是 这个还原你 就是打开这个影子系统这个软件 之前的 电脑的一个状态 OK 那我们下面演示一下是怎么样个使用方法啊 我们直接点这里方下载 这边点下载以后这边 怎么只有安卓版下载了 这好像有问题 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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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问题的啊 我们 我们倒回来 倒回来 这边下面有很多下载地址啊 我们看看这个多多软件下载 OK OK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啊 我们随便点一个地方下载一下看看 OK 下载完成 OK 下载完以后解压以后了就得到这样一个文件加 我们双击打开它 OK 就是这样一个文件啊 这样一个文件 大小是23兆 我们双击 演示 OK 下一步 这里选 接受 OK 安装完成 非常简单啊 这边提示是立即重启计算区 以使影子系统生效 OK我们点完成给它重启一下 重启以后的话 这边有一个单一模式 有一个正常模式 有一个完全模式 OK我们 选正常模式先进来啊 OK我们先登入系统啊 进入系统以后的话呢 大家看到啊 这边右下角这个地方呢 它已经有这样一个 在运行了 但是它还没有进入某个模式啊 没进入某个模式 那么它有两种模式 一个是进入单一 影子模式 一个是进入完全影子模式 单一模式的话呢 就是说 它只保护你的c盘啊 保护你c盘上的东西 包括你的设置 包括你的文件 那么完全影子模式呢 就它就是 你几个 电脑上有几个瓷盘 它全部保护 OK 那我们先来做一下演示啊 在我们在没有打开这个软件 之前 我们电脑上是什么样子的 那打开以后它还原就还原成什么样子 OK 那打比方我们 现在系统没 现在这个软件没打开的话啊 我们先来 创建几个文件 OK 我们给它复制一下 我们再复制一下 还复制一下 再复制一下 多复制几个啊 我们多复制几个 OK 我们多复制几个 多复制几个的话 那现在电脑上这个 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个样子的 OK 我们 打开这样一个 我们打开这个单一模式 右键点一下 你确认进入单一模式吗 我们点确定 OK 点了以后来目前来讲 它现在当圈模式是单一模式 保护范围就是这个c盘 OK 保护范围就是c盘 好的 那我们现在桌面上已经有这么多个文件了啊 那我们打比方 我们这边再放几个啊 这边也放几个 OK 大家看到 这边的几个呢是刚刚打开影子系统以后的 以后的文件 这边这几个是打开影子系统之前的文件 对不对 我们就用桌面来演示 比较简单一点 那也就是说 我在打开之前的这几个文件 当我重启的时候 它应该会保留 对不对 那么这边 右手边这几个文件呢 当我重启的以后 它应该会不见了 应该会不见了 因为这个是我从这个是我打开这个影子系统软件以后 我拷购到这边来了 对不对 OK 那我们试一下啊 我们现在就试一下 我们 系统给它重启一下 看看啊 我们给它重启一下 我们刚才选的单一模式 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单一模式 OK 开机以后大家看到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在我打开影子系统之前的文件 它都会保留下来 打开影子系统之后的 之后的这几个 文件都已经不见了 那也就是说 当你打开这个影子系统以后 后面所做的一些这个 呃 任何的更改 当你重启电脑的时候 它都会不见掉 那么这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假设在你 已经开了影子系统以后 啊 那某时某刻的话 你的系统遭遇了攻击 或者说突然断电 或者说突然来瓶死机 或者说这个 呃 被病毒攻击了 中了木马病毒了等等 那么只要你重开机 他那些病毒什么全部都没有了 啊全部都没有了 OK我们来演示第二遍 第二遍的话呢我们演示一下这个 啊 OK我们右键它我们进入完全影子模式 我们点一下确定 OK OK大家看到啊 现在是完全影子模式啊 保护范围C盘 因为我这个虚拟区只有一个C盘 只有一个C盘 所以说 他只保护到C盘 刚才那个单一影子模式 他保护的也是C盘 OK 那这个不是说这个 呃 他不保护其他尺盘啊 因为我这个虚拟区现在是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C盘 OK因为我这个虚拟区只有一个尺盘啊 只有一个尺盘 所以说其他尺盘远视不到 那他还有一些其他功能啊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边有模式选择 就是正常模式 有单一模式 有完全影子模式 目前来讲我开的是完全影子模式 OK当然的话 只用一个C盘的话好像没什么用啊 那么正常模式来讲的话就是 不开 就是不开取单一模式 也不开取完全模式 那就是跟其他没有装这个影子系统的电脑是一样的 那当你有木马攻击啊有病毒或者怎么地的话 那当机就当机了啊 没办法的 那这边来讲 还有一个开机启动 开机启动的话呢 上面有好几个选项啊 好几个选项 默认选项 开机启动 开机等待时间 你都可以调整的 这边提醒设置的话呢 你都可以要 啊他这边有五个选项 你都可以要还是不要你自己选 啊 这个目录迁移 OK 目录迁移来讲的话呢 桌面 我的文件收藏家 还有这个outlook Express的文件夹啊 他其实都可以 迁移的啊 但是说因为我这样一个 我这个电脑只有一个随盘 所以说没有办法迁到其他地方去 假设你的电脑 分了区比较多 有cdf 这些磁盘的话 他都可以点这个 点这个圈移 帮他圈到这个D盘 或者E盘里面去 啊 这个是目录圈移 OK 这个密码设置的话呢 就是正常模式的一个密码 单一模式的一个密码啊 这个你要设就设 看你自己的 许好 OK OK 今天介绍的这个影子系统啊 他跟我之前介绍了一个 啊 系统还原软件的有所不同啊 我再重复一遍 他们两个各有优点 各有缺点 啊 那这样一个影子系统的话呢 他唯一的缺点就是说 在你 开启这个影子系统软件之后 你所进行的所有的这样一个 啊 啊下载的软件也好 编辑的文档也好 那你就要搞清楚他是单一模式 还是还是完全模式 你保存的话你是保存在c盘还是保存在d盘 那假设这些文件你要保存的话呢 那你必须把这个影子系统关掉 关掉你保存完了再把它打开 OK 不然的话你一关机的话 再开机OK 那你刚才那些文件都没有了 有可能的话辛辛苦苦 这个做的文档啊 做的什么东西啊 都不见了啊 都不见了 所以说给大家提个醒 那 或者说呢 你在这个系统打开以后 这些文件下载的软件什么东西 你可以放到你的 云盘上面 网盘上面 或者说用U盘拷贝下来 也可以 也可以 不然的话 一刹那间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他唯一的一个缺点 OK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明镜需要您感 Bo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